大家好,我是韩帆,本期视频继续聊这个橄榄盒的作品,如何去保养,如何去盘玩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橄榄盒有一句话讲叫怕烈,不怕花,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烈,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花 那么这个烈有可能就是说空气湿度相差太多,突变造成的,或者说忽冷忽热 不注意沾着水的,新河的时候密封袋没弄好,漏气的,等等等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这个橄榄盒的一个烈 那么好朋友也许会问了,你说了这么多,那怎么能不烈呢,对吧 不能说保证,百分之百的,我说的这个方法它就不烈,那么怎么能让它尽量减少这个烈的风险呢 就这个河,大扫之后,先给它密封起来,先不要动它 待几天,哪怕你待一个星期半打运,它也会相对好一点 然后要上一些养护油之类的,有的好朋友们喜欢上一些baby油 有的喜欢上一些,什么橄榄油啊,还有上辣油油的,就各种油啊,还有什么上大宝的,随里面啊,上什么都行 但是这个上啊,正确的方式是怎么上,就是说,在这个刷子上 刷子上,滴一滴或者两滴,让它刷子,把这个油洗进去,然后快速的这样刷匀 这样它就会减少花的一个几率,对吧 上一些保养的东西,养护的东西,然后再加上密封袋,合理的保存 它就会有效的减少这个橄榄核出现开裂的一个一个现象 那么你做好了这个保养,做好了这个密封袋的一个密封 再加上用手套去盘玩,然后经常的去刷,它就会减少这个裂和花的一个一个几率 铁人们,你们感觉我说的有没有道理,评论区等你们啊,别忘了,收藏转发 欣赏一下我这个小作品啊,这是雕的一个 本来最初的时候我想叼一堂狮子,后来我想叼一皮球 再后来我看半肉也挺好看的 最后叼完了之后,就叼成了这样,感觉还行吗 好了,就说到这了啊,千万别忘了,双击评论,收藏转发,我是韩凡,谢谢 留个关注呗